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乘客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记录普通人的情感传奇 欢迎拨打一封详之漫游《寻情热线》0731-848-02110 我是主持人王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寻记》的微信群 去年5月份,湖南省儿童医院收治了一位从岳阳转院过来的女婴 女婴不足27周早产,出生的时候体重仅有900克,和两个手掌那么大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之下,孩子终于恢复健康可以出院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孩子的父母却突然失联了 那么孩子的父母为什么将康复的孩子留在医院里,巴掌宝宝又该怎么办呢 医学上将胎龄未满37周就出生的婴儿叫做早产儿 由于早产的宝宝,组织器官发育不成熟,功能不完善 出生后常需要先住院观察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医科也被称作早产儿重症病房 在这里的宝宝基本上都是早产儿 要么挂着呼吸机,插着治疗管 要么在温箱里有精密的仪器随时监测 可唯独一个宝宝,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和其他瘦瘦小小,闭着眼睛的早产儿不同 她的病床明显更大,身上没有任何监测的仪器和治疗管 常常瞪着一双大眼睛,手足舞蹈,显得格外精神 医护人员叫这个孩子香香 我们给她取的小名叫香香 叫香香,我们为什么给她取这个名字呢 因为她妈妈叫着我们的香 然后我们就叫香香香,然后叫香香 来的时候是27一家二周早产的 然后到这里住院已经有八个月左右了 那现在她刚来的时候特别小 还是守在我们特务室 大概就是只有我们两个手板这么大 后面只有两个手板这么大 对对对 医护人员介绍说 这个宝宝是去年五月从岳阳转院到这里 而她还没有名字 只是根据她母亲吴妙香的名字取名香香 香香已经快九个月了 成了新生儿医科里一个特别的存在 现在像她这么大了 我们一般我们这里早产的宝宝都是用加小号的尿裤 这个宝宝她现在我们可是有时候都是给她特意 就是进的那种小号 有时候是中号的尿裤 小号的尿裤 就是特别为她一个人盯着 对对对对 因为像她这么大的只有这一个宝宝 别的小孩子一般我们这里的早产的宝宝比较多 比较小 大部分宝宝都比较睡睡觉睡的比较多 这个宝宝醒的时间要比别的小孩子要多都蛮多 有人抱她就特别开心很高兴就是就是会对你笑然后呢 就会有时候你你都对她的手会来摸你的脸就是做这种比较亲乐的动作 但是她也可能现在把我们当成她的妈妈了 对就是因为她没有妈妈长期跟她这样子互动这样子 特别准备的病床 特别准备的尿裤 甚至还有医护人员特别从家里带来的婴儿塑形枕头 为了更好的照顾乡乡 医护人员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新生儿医科也成为了乡乡的家 那么乡乡为何转院来长沙治疗 她目前的状况又是怎样呢 她的父母又在哪里呢 这个小孩是一个女孩子 生后12天到我们云林里面来的 她的胎龄只有27早就出生了 出生体重900克 27早就是提早了 将近13个星期出生 正常的出生体重应该来讲 3400克左右 但是她只有900克 新生儿医科主任高喜荣介绍 香香是27周出生的早产儿 提前三个多月早产的香香 出生时体重仅有900克 也就是不到两斤 跟正常足月的新生儿相比 香香看上去仅仅只有成年人手掌大小 在出生后12天 香香从越洋转院到长沙 实际上她27周都各个系统都不成熟 那么我们给予上呼吸机 静面营养 跟感染的治疗 多方面的综合治疗 综合治疗以后 小孩就是病情一步一步好转 体重也一步一步长大 到8月份就能够出院了 但是我们一直给家长高通 基本上就是大多少时候 一个是地化打不上 另外一个就是接到地化也要及时来 因此从8月份就可以出院这个报告 一直得到我们口里面 就是多住了四个多月的时间 由于脏期发育不完全 香香入院时情况十分危重 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全面治疗 香香已经完全恢复健康 达到了出院标准可以回家了 可香香的亲生父母 却再也无法联系上了 因此小孩已经长大了 早就要出院了 这样小孩需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这样对他的治疗发育 对他的体育发育都是有益的 另外作为一个NICU 我们是治疗这些小早茶 在乌医中症的结果 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我们的任务 因此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分出时间和精力 来治疗这样的早就可以出院的小孩 也非常的不合适 因为他最终年龄增大 他可能也容易有一些感染 他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宝宝 这个地方呢 他在这个NICU的环境里面 其他宝宝可能也有一些感染 也可能会影响到他 因此这样子是非常不合适 高喜荣说 由于新生儿医科 属于早产儿重症监护室 这里的宝宝抵抗力差 医护人员工作繁重 大家对于香香的照顾 越来越力不从心 而现在香香也最需要 父母的关爱和呵护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香香的父母会将他留在医院 他们又在哪里呢 就是他前面在救治的过程中 这个家长表现出来 还是对这个孩子很关心的 27度在医院市医院去院以后 他转到我这来 我想的话应该是 他还是对这个孩子比较 应该当时还是比较重视 不然他也不存在转院子一说 爸爸年龄也比较大了 接近快10岁了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家长 到了后面基本上就不交钱 也不来看毛毛子这种情况 负责香香的护士长回忆说 入院8个月以来 香香的父母仅来过医院一次 而自从得知香香可以出院后 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而从入院记录上可以得知 香香的父亲名叫胡雍君 今年已经46岁 母亲吴妙香也已有41岁 如此高龄生下的宝宝 安常理应该更为珍惜和看重 可他们为什么将孩子放在医院 不管不顾了呢 按照医院提供的地址 寻情记者找到了 一位于蜜罗市白水镇石云村的胡家 见到了香香的母亲吴妙香 吴妙姐 你好 我们是那个湖南东西频道 寻情记电台的记者 您是五月份的时候 去年生了一个仔 生了一个小孩 是吧 您的小孩现在还在医院 您知道吧 你为什么不去看他呢 因为我自己身体也不好 有时候常常还吃药 那你也不能 你准备怎么办呢 这个事情你要处理了 这孩子能够办个医院吗 那您自己有个什么打算吗 或是您老公在家吗 老公他还出去没美景 没麻酒 眼前这个女人就是香香的母亲吴妙香 她说丈夫胡佣君 现在正在贵州打工不在家中 可眼下 他们的亲生骨肉香香 在医院长达八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夫妻俩会不管不顾 毫无反应呢 你跟老公有没有商量过 这个孩子准备怎么办 这都快过年呢 你准备还准备把这孩子放到医院呢 因为因为现在的 我们是不好的 就我们保护起 那你老公怎么说呢 她是怎么 她跟家跟人家跟人家 我跟她 紧紧看看她 有个毛的母的 暂停毛的母亲 我就打起来要习惯 吴妙香的话让人大吃一惊 她坦言 自己之所以不愿去医院接香香回家 是因为担心香香不正常 想要放弃孩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既然医院已经明确表示 香香恢复健康可以出院 她为什么还担心香香不正常呢 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我自己也有精神分离症 压着这个有勇气的 有勇气的公众 什么不容易 也紧 我又把高级未来 也只是万费 因为我都不得高级 她有个人不好 我也害得她 就是女人不抢过去 就抓着命名 再去刷进去 我又没能回家 原来吴淼像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 长期靠药物维持正常生活 而怀孕的时候她没有停药 因此担心药物会对腹中的孩子有所影响 可既然如此 她当初为什么还要在41岁的高龄 怀上香香呢 我对种子都丢了有些新疯 结果一会吃起来 我就把这肌肉是有麻性 忙不好我就把这肌肉 我就再到一个情况 其实特别有些要升高 我就跟我们一起走 还没有到老虎 还没有 我们老虎又老虎 因为你那么正常心痛 我觉得你先得受了 因为她跟我真想 真想我新家里有这个宿 我就先得受了 我新家里之后 已经痛到 按照吴妙香的说法 自己怀孕时 曾前往长沙 做羊水穿刺检查 腹中的宝宝是否正常 可检查结果还未出来 自己便无故早产 早产出生的香香 更是不足两斤 仅有巴掌大小 这让她更加担心 可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 她和丈夫 就要将亲生骨肉 弃之不顾吗 我将会继续 谢谢你 但是 这个 这个 我都是来帮你想办法的 但是你要先 你要先把你自己的 想要挡住 这个孩子 你肯定不可能 就把他长期放在医院 对不对 他不管你 健康还是不健康 他都是你的保罗 都是你的孩子 对不对 你既然生出来他 你还是要对他自己的认为 你不能把他 就丢在医院里面 他也需要家庭的温暖 也需要父母的 是不是 你能联系上你老公吗 我们能给他打个电话吗 这事 要不我们跟你老公讲 行吧 你跟你讲话了 你得告诉我 我们才能帮你了 对不 无论记者如何询问劝说 吴妙香却一语不发 更表示 自己现在无法与丈夫 胡佣君联系 到底在这个家中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这对夫妻 会在40岁高龄之时 坚持怀孕生子 为什么又会对这个 来之不易的孩子 不管不问 现在孩子的父亲 不在家中 孩子的母亲 又无法做主 香香 又该怎么办呢 八个月来 香香从未离开过 湖南省儿童医院 新生儿医科的监护室 而香香平时最喜欢 有人去抱他 逗他 医护人员说 这是香香 渴望母爱关怀的表现 然而找到香香的母亲 无妙相识 我们却发现 他患有精神分裂症 而他自己坦言 由于怀孕时并未停药 担心香香受到药物影响 不健康 才不愿将孩子接回家 可为什么 他明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仍然坚持要在40岁的时候 怀孕生子 甚至在怀孕初期 多次前往各大医院检查 那现在又为什么 不管不问呢 眼下 胡佣君远在贵州 无法联系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寻情记者找到了 白水村妇女主任胡鸿霞 那么到底在胡佣君 和吴妙相身上 发生了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家庭 也是非常可怜的 就是以前那个小孩 第一个 他是个男孩子 是读促证的时候 放学回家的时候 就溺水生亡了 生亡了之后 他老是找我去 发那个生育证 当时我还劝过他 我说你就不要那么心急 要抱抱 自己的精神状态不好 反正现在儿子儿子没了 这个女儿也是这个样子 他那个 再说那个经济负担 他也负担不起 白水镇石云村 妇女主任胡鸿霞说 前年 胡佣君与吴妙相 15岁的独子 不幸溺水生亡 夫妻俩因此受到 很大的打击和刺激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夫妻一直期待 能再次有一个孩子 我就催他去接那个小孩 就是自己身上掉下肉 也舍不得 他说是我是舍不得 那个人还想去看 刚好去看的时候 把他闹走 我一方面的 他一方面的 他就是到处跑 他穿个 行进的时候 他也穿个雨鞋 就是在外面撕到处跑 我就找不到他 按照胡鸿霞的说法 当初是因为 吴妙相突然发病 胡佣君才不得不留 在家中照顾妻子 可为什么胡佣君 在妻子精神状态稳定后 会选择外出打工呢 对于这个来之不易的女儿 她们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吴妙相说 自己十几岁 被检查出 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 早些年断断续续的 入院接受治疗 儿子出生 病情才慢慢稳定 直到前年 儿子出世前 自己已经有将近 五六年的时间 没有发病 这是一六年初的事 夏天 快回去家里 你们两个就只有 这一个孩子 因为我实际 也发急 我就冒死 因为物理点净不好啊 反正是 我的目的满足 真几不分 男人们比14岁 因为我最目的死 我就胸气 但我就胸空 提起过世的儿子 直到现在 吴妙相都无法 从悲伤消极的情绪中走出 儿子是这个家庭的 全部希望 儿子走了 对他而言 好像天都塌了 今天是 有心理想死 也不想死 经济相对 身体是 有发生 不就没死 不写的 知道 还被发生 是在写的 就是意外还上的 就是本来两个人都没计划 再要宝宝了 就准备去带一个 就是没想到会 会怀孕 意外的 吴妙相说 儿子走后 自己受到很大的打击 精神状态变得很不稳定 再加上 也年过四十 原本自己和丈夫 没想再要一个孩子 这一次怀孕前 她并没有停药 而为了保证 父中孩子的健康 她和丈夫多次 前往蜜罗 岳阳 长沙 进行产前检查 就是为了能有一个 健康的宝宝 怀孕前的产前检查 怀孕时的羊水穿刺 每一次检查的费用 都是夫妻俩 从牙缝中省出的 哪怕日子过得再艰苦 夫妻俩都对这个 即将出生的宝宝 充满期待 然而就在她 怀孕六个多月的时候 意外早产 孩子病情危重 很瘦 我就不知道 她也会 记不记可 也怕 也饮得好多精 也好多精 就是一年要是 人一往往 就往怀孕 得赶快点不 直到现在 吴淼香仅仅 看过孩子一眼 甚至没有抱过 这个来之不一的孩子 她并不是不想念孩子 也不是真的想放弃 只是眼下 她却无能为力 也无可奈何 那么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孩子的父亲 胡雍军又在哪里 眼下 她又是什么态度呢 最后 吴淼香拨通了丈夫 胡雍军的电话 鼠尔 又在哪儿 你怎么回事 牧师几位 牧师几位 没回来 孩子 现在毛毛不死我了 现在是你咋 暂时你不理他 那你还理他才对我 那个我都高了 我都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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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那头的胡佣君 竟然直言 要将香香继续留在医院 为什么他会是这样的态度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突然外出打工 难道说他真的是想逃避责任吗 但是你就是因为家里面 就是他一个人在家里面 他有些事情他可能也处理不好 可能还是需要你去出面了 对不 喂 你那边信号不是特别好 就是说是你 就是问你 现在就是说是 你本人还是需要您回来出面 来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我们可以帮你想办法了 这都是没问题的了 但是你本人要回来了 最后在寻情记者的劝说下 胡佣君同意尽快赶回湖南 那么对于仍在医院的香香 他又会如何选择呢 三天后寻情小组接到吴妙香的电话 外出打工的胡佣君回家了 眼前这个高寻的男人就是香香的父亲胡佣君 刚一见面 他便表示自己并不是逃避责任 而是真的无能为力 这是什么 这是打的钢钉 对 打钢钉 这里整个手术 这里整个手术 到这里 做个手术 对 对 这里也有 这里也是 就是做了这个手术以后 就一直没有出去工作 没有 那些亲戚过来 没失去残疾了 胡佣君说 自己前两年才动了一场大手术 一直在家休养 没有外出打工 可等身体稍稍好转 儿子便又出事 他不得不继续留在家中 照顾因为受到刺激 而再次发病的妻子 连续几年没有赚钱 家里原本不宽裕的经济 变得更为拮据 这个就是新做的 做好的 这是采马的 是吗 孩子出生之前 就已经准备好了 还没有 还没有 刚好 嗯 就刚怀孕 刚怀孕 你们就制起了这个东西 嗯 几个月 对 就是 几个水 嗯 就是刚怀孕的时候 就把这个东西准备好了 对 嗯 为什么准备好这个东西呢 就是想着等他出生了以后 可以马上就 带回家来 对 对 带回家来 带回家来 这个是 这个是自己买的还是做的 这是 家福自己 家福自己 胡佣君指着崭新的摇床 这是他刚刚得知妻子还孕后 特意请人做的 就是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他从没想过放弃孩子 也从没有放弃过 对生活的希望 啊 政府出了 对 因为老婆就可以到来 就回来 就是有政策 对 对你们有一个补兔 有一个补贴 才修的这个房子 对 以前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以前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这个很的 就是以前是那种土砖房 对 是吧 后面就是因为有这个政策 然后呢 堵住了一部分 然后你们自己又借了一部分 才把这房子修起来 对 根据国家精准扶贫造福工程 异地扶贫搬迁补助政策 胡佣君筹款修建了新房子 又在镇上和村上的帮扶下 添置了新家具 生活也慢慢有了起色 像现在这屋里面的这些家具 都是什么时候添的 造一年包子 造一年包子 造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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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习惯了 不断大根 就四根 造一年住 就是大儿子还没过试的时候 值办的 对 我看这台家具都还挺新的 什么 就是这一年 这一年 就是柜子 床头 或者一套整套家具 都是明星 各个总是蒙个蒙个 就是物理解释 没死的 不晓得一些 就帮他钢的毛 没死的 以前是一个门板 以前是一个门板做的床 对 不是这个床 不是这样子的床 对 那后面的话也是有低保补助 对 自己后面身体好了 又慢慢赚点钱 嗯 这其实可以说是大儿子走之前 其实生活已经慢慢步入正轨了 对 慢慢进来 慢慢稍微 这也跌个时候 从破旧的土砖房 到明亮的新房子 从一块床板 到新家具 儿子也有书读 有学上 尽管日子依旧过得辛苦 但眼前生活 已经步上正轨 可就在这个时候 灾难再次来袭 对 对 实际上是妈妈的古兰部 因为这个都不是 对 我们的家 都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 那个时候觉得生活有希望吗 没有啊 觉得生活没希望 啊 为什么觉得生活没希望 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还是 大小的不 然后就来喜欢 就是赚不到钱 对 然后老婆又有病 嗯 就觉得 日子就这么僵硬 对 咱们今天也 回来 不是老婆 老婆 病毒 不是 在本地公园 那时候过得很辛苦 嗯 没办法不 他跟本地 还是朋友去 我的家里 老婆特地过 还是有点进步 我今天还是终于过 胡佣君说 儿子的离世 让夫妻一度 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病情逐步稳定 好转的妻子 也在此发病 可这个坚强的男人 没有退缩 依旧为了这个家而努力 应该还是 还是转步 嗯 还是转的妻子 嗯 还是转的妻子 想去看吗 体体还是要进一步 那有点性的妻子 嗯 体体还是有点进一步 就想自己赚爆了钱了 可以去看孩子 嗯 每一天我就看孩子 每一天我就去找的 不好意思 嗯 对 为什么不好意思呢 嗯 没有 不好意思不 嗯 嗯 甚至 甚至 米 甚至 油 嗯 嗯 甚至 心 嗯 对 就是 你觉得 对你们的生活 都已经有这么大的帮助了 就不好意思再跟人体开口了 啊 对 就觉得想靠自己的能力 生来 没有在家 老婆在家 不 在家里可以服务 胡佣军单纯地认为 要依靠自己的双手 改变眼下的窘境 尽管作为重点扶贫对象 他有一对一的帮扶责任人 但面对多次帮助自己的扶贫干事 他实在无法开口 可眼下香香滞留医院 不仅费用不断增加 孩子的成长也受到影响 他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又该如何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呢 是这样啊 我们医院的慈善项目呢 到目前来说有12项 政府类的项目有6项 那么慈善基金会的项目也有6项 根据我们的慈善项目 就是我们可以在爱佑成心 和我们这个快乐一家 两个资产项目 来给予他一定的资助 爱佑成心这个项目 主要是资助早产儿的花儿 那么这个快乐一家 主要是资助这种贫困的家庭 精准扶贫的这种家庭 这种花儿 就是说如果说他们这个 两个资产都能申请到的话 最多能够帮他们减美到多少 如果两个项目都能够 申请到的话 最高将近8万块钱 在了解胡庸君一家的实际情况后 医院表示 只要胡庸君和吴妙香 能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尽力筹措治疗费用 那么医院也会对这个家庭提供帮助 会替香香申请专门 针对早产儿救助的爱幼沉兴项目 以及快乐一家牵手而依福乐同行项目的两项救助基金 尽量让香香早日回家过年 有多天气的 看今天天气好 一准把它亮出来了 心里面还是期待这个宝宝回家 怎么了呢 在得知医院的态度后 吴妙香将早早准备好的宝宝衣服洗净晾干 想到八个月未见的女儿 她红了眼睛 尽管她是一个病人 但疾病却没有让她失去作为母亲 对孩子与生俱来的思念与渴望 那么香香能够顺利回家吗 一家人能够团聚吗 47岁的胡佣君从小家境贫寒 直到30岁才惊人介绍认识了妻子吴妙香 两个可怜人互相关心彼此照顾 可谁知道命运却在这个时候 给出了他们重重一击 他们唯一的儿子因为意外不幸离世 随后夫妻俩积极地检查 想要再有一个健康的宝宝 却不巧的是 相像因为早产危在旦夕 而胡佣君再也拿不出一分钱的治疗费用 他不愿意向他人求助 只能留下患病的妻子在家 自己独自外出打工 可是眼下 香香的治疗费用已经欠下了十余万元 尽管医院方面表示 会帮助这个家庭申请救助基金 但是剩余的治疗费用缺口又该怎么办呢 为了帮助这个困难的家庭 寻情记者找到了白水镇扶贫办公室 卡拉塔家庭的这个退属性 就是医院也有一种二型住宿基金 剩下的医疗费用 我们一个就是多方面求职 通过多方面的求职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民政住宿 二一个这个健康福病 我们有一个健康福病基金 再一个我们政府的主纪 主纪本来有一点兜底 可以给他给他一点的保障 再一个的我们通过爱情帮帮 那个社会人事来捐资一些 就是分到他的大概一月份 是没有问题的 白水镇扶贫办公室主任熊宪君表示 胡庸君和吴淼香 一直是镇上的重点帮扶对象 眼下胡庸君和吴淼香遇到困难 他们有责任和义务 帮助这个家庭 让香香早日回家 去哪儿了呀 这个任务去办公室 啊 这个任务去办公室 去镇上办户口去吧 给谁办户口啊 毛毛 给毛毛办户口去了 我看办好了吗 办好的 哦 办了一个新户口啊 嗯嗯 就是去给他上的名字是吧 上的户口 嗯 怎么突然想的这个 你老公 他们说你老公出去打工去了 老公 他也过几天了 又出去了 嗯 为什么又出去了呢 嗯 因为我这个孙子来 来毛毛 习子狗的 他有公司 就毛毛 有公司 整熊的他家 是会有维护 看几天就会有维护 来回两个小时 吴淼香步行去到镇上 就是为了给香香办理户口 尽快将医院 政府所需的材料 准备齐全 接女儿回家 而胡佣君 则再次外出打工 为一家人今后的生活继续打拼 生活给了这个家庭太多的磨难 但却没有磨灭 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望 我能不能跟你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 《寻情记》记录普通人的情感传奇 欢迎拨打一封详之漫油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我是主持人王燕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寻记》的微信群 去年5月份 湖南省儿童医院收治了一位 从岳阳转院过来的女婴 女婴不足27周早产 出生的时候体重仅有900克 和两个手掌那么大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之下 孩子终于恢复健康可以出院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孩子的父母却突然失联了 那么孩子的父母 为什么将康复的孩子 留在医院里 巴掌宝宝又该怎么办呢 医学上将胎龄未满37周 就出生的婴儿叫做早产儿 由于早产的宝宝 组织器官发育不成熟 功能不完善 出生后常需要先住院观察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医科 也被称作早产儿重症病房 在这里的宝宝 基本上都是早产儿 要么挂着呼吸机插着治疗管 要么在温箱里 有精密的仪器随时监测 可唯独一个宝宝 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和其他瘦瘦小小 闭着眼睛的早产儿不同 她的病床明显更大 身上没有任何监测的仪器和治疗管 常常瞪着一双大眼睛 手足舞蹈显得格外精神 医护人员叫这个孩子香香 我们给她取的小名叫香香 叫香香 我们为什么给她取这个名字呢 因为她妈妈叫着我们的香 然后我们就叫香香香 然后叫香香 来的时候是27一家二周早产的 然后到这里住院 已经有八个月左右了 那现在她刚来的时候特别小 还是守在我们特务室 大概就是只有两个手板这么大 只有两个手板这么大 对对对 医护人员介绍说 这个宝宝是去年五月 从岳阳转院到这里 而她还没有名字 只是根据她母亲吴妙香的名字 取名香香 香香已经快九个月了 成了新生儿医科里 一个特别的存在 现在像她这么大了 我们一般 我们这里早产的宝宝 都是用夹小号的尿裤 这个宝宝她 现在我们可是有时候 我们都是给她特意 就是进的那种小号 有时候是中号的尿裤 小号的尿裤 就是特别为她一个人盯着 对对对 因为像她这么大了 只有这一个宝宝 别的小孩子 一般我们这里的早产的宝宝 比较多 比较小 大部分宝宝都比较 比较睡 睡觉睡得比较多 这个宝宝醒的时间 比别的小孩子要多 都蛮多 有人抱她 她就特别开心 很高兴 就是 就是会对你笑 然后呢 就会有时候 你对她的手 会来摸你的脸 就是做这种 比较亲热的动作 但是 她也可能现在 把我们当成她的妈妈了 对 就是 因为她没有妈妈 长期跟她这样子 互动这样子 特别准备的病床 特别准备的尿裤 甚至还有医护人员 特别从家里带来的 婴儿塑形枕头 为了更好地照顾香香 医护人员 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新生儿医科 也成为了香香的家 那么 香香为何转院来长沙治疗 她目前的状况 又是怎样呢 她的父母 又在哪里呢 她的小孩是一个女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 《寻情记》 记录普通人的情感传奇 欢迎拨打 易峰祥之漫游 寻情热线 0731 84802110 我是主持人王燕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寻记的微信群 去年5月份 湖南省儿童医院 收治了一位 从岳阳转院过来的女婴 女婴不足27周早产 出生的时候 体重仅有900克 和两个手掌那么大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之下 孩子终于恢复健康 可以出院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孩子的父母 却突然失联了 那么孩子的父母 为什么将康复的孩子 留在医院里 巴掌宝 又该怎么办呢 医学上将胎龄未满 37周 旧出生的婴儿 叫做早产儿 由于早产的宝宝 组织器官发育不成熟 功能不完善 出生后 常需要先住院观察 湖南省儿童医院 新生儿医科 也被称作早产儿重症病房 在这里的宝宝 基本上都是早产儿 要么挂着呼吸机 插着治疗管 要么在温箱里 有精密的仪器随时监测 可唯独一个宝宝 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和其他瘦瘦小小 闭着眼睛的早产儿不同 她的病床明显更大 身上没有任何监测的仪器和治疗管 常常瞪着一双大眼睛 手足舞蹈 显得格外精神 医护人员叫这个孩子香香 我们给她取的小名叫香香 叫香香 我为什么给她取这个名字呢 因为她妈妈叫做我们的香 然后我们就叫叫香香香 然后叫香香 来的时候是27一家二周 早产的 然后到这里住院已经有八个月左右了 嗯 那现在她刚来的时候特别小 是还是守在我们特务室 大概就是只有两个手板这么大 嗯 后面只有两个手板这么大 对对对 医护人员介绍说 这个宝宝是去年五月 从岳阳转院到这里 而她还没有名字 只是根据她母亲吴妙香的名字 取名香香 香香已经快九个月了 成了新生儿医科里 一个特别的存在 现在像她这么大了 我们一般 我们这里早产的宝宝 都是用加小号的尿裤 这个宝宝她 现在我们可是有时候 都是给她特意 就是进的那种小号 有时候是中号的尿裤 小号的尿裤 然后呢 就是特别为她一个人定的 对对对对 因为像她这么大的 只有这一个宝宝 嗯 别的小孩子一般 我们这里早产的宝宝比较多 比较小 大部分多 宝宝都比较 比较睡觉睡的比较多 这个宝宝醒的时间 比别的小孩子要多 都蛮多 有人抱她 她就特别开心 很高兴 就是 就是会对你笑 然后呢 就会有时候她 你抖着她的手 会来摸你的脸 就是做这种 比较亲热的动作 但是 她也可能现在 把我们当成她的妈妈了 对 就是 因为她没有妈妈 长期跟她这样子 互动这样子 特别准备的病床 特别准备的尿裤 甚至还有医护人员 特别从家里带来的 婴儿塑形枕头 为了更好的照顾香香 医护人员 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新生儿医科 也成为了香香的家 那么 香香为何转院来长沙治疗 她目前的状况 又是怎样呢 她的父母 又在哪里呢 这个小孩是一个女孩子 生后12天 到我们云林里面来的 她的胎龄 只有27周二就出生了 出生体重900克 27周二就是提早了 将近13个星期出生 正常的出生体重 应该来讲 3400克左右 但是她只有900克 新生儿医科主人 高启荣介绍 香香是27周出生的早产儿 提前三个多月 早产的香香 出生时 体重仅有900克 也就是不到两斤 跟正常足月的新生儿相比 香香看上去 仅仅只有成年人手掌大小 在出生后12天 香香从岳阳转院到长沙 实际上她27周多 各个系统都不成熟 那么我们该预上 给她就能继续 她就行了